那最後一讀論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兩個是做這個動作的APP 都叫做IP攝像頭 只是一個是簡體中文 一個是翻體中文 最後我們講的正體中文 那我平常比較常用的其實是那個 其實是那個什麼 那個簡體字的這個比較多 因為它功能比較多 功能比較多 那麼您可以直接到Google Play上找看看 你去用IP攝像頭就可以找到這兩個 那如果您是用那個蘋果的 有沒有 iOS的、iPhone的 那麼這個IP攝像頭就這個黃色這個 它也有iPhone的版本 也有iPhone的版本 所以也可以用 只是簡體的這個是目前只有Google的 只有Google的手機的版本而已 那麼您裝置完成了之後 您就把它執行起來就可以了 把它打開 因為我們現在無線來 無線的那個熱點已經打開了 那你打開之後呢 你捲 打開這個應用程式 捲到最下面這裡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叫做開啟服務器 有沒有 在這邊喔 在這裡 那麼打開之後呢 第一次它問你說 請問你 我現在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那個編碼的方法 編碼的程式 你要不要下載一下 這個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或否都沒有完成 這個只會問一次而已 好 只會問一次 好 那好了之後呢 它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把這個畫面 把你的那個手機的畫面就開始囉 而且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告訴你要怎麼連線到這個地方來 有看到了嗎 所以它會告訴你說 欸 你待會呢 在你的瀏覽器面就打這個IP位置就好了 但是記得一下 這邊後面 你看這裡 前面是IP位置 後面這裡有一個冒號8080 有看到嗎 你那個後面冒號 那個叫PO號啦 那一定要打喔 一定要打 所以你看 剛剛我在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就是打這個 就是打這個 它就可以直接點進來 那因為我剛剛是把我們的那個手機的熱點 安全器 我是不是射成5 所以就不用密碼 就直接就看到 好 那麼如果你有射密碼的話 那它會跳一個就是 就剛連線的時候就會有一個要求你 輸入那個手機的那個連線密碼 這樣有了解的齁 所以我們這樣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 但是要實作看看才知道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進來之後 你可以選擇 它這裡有 一開始是沒有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不要接收視訊 要不要接收聲音 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你看 你有幾種選擇 你用Flash的也可以 用瀏覽器的也OK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 它在拍的時候 不只是只有畫面 還有聲音 也會傳回來從這邊 傳回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那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會有一點點的delay 也就是說畫面可能會跟你的網路速度 電腦的速度 還有手機的那個硬體速度有關係 如果說你本身就是這些狀況都有的話 可能那個連線速度就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那個delay情形會比較嚴重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那官方來講是建議你用Flash的話 delay的情形會比較減少 delay的情形比較減少 但是您可以進行參考 好 那您看在這邊有沒有錄製的 所以您還可以做錄影 不只拍照 還可以錄影 那如果您是要做所謂的循環錄影也可以 這個就比較像我們監視器那個概念了 有沒有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所謂雲端監視器 它就一段時間就錄一下錄影 好像我們行車紀錄器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概念 幾分鐘的時間它就錄完 錄完 就下一段下一段 那這個錄跟拍會存在哪裡? 你覺得呢 當然放在你的手機裡 所以如果說你那錄比較長的 你要把那個什麼 手機的記憶卡 你給它加進去 手機記憶卡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下面這邊 剛剛你有看到 我們在這邊是有簡單使用過的對不對 對焦啊 那些都用過的 那你往下走 前後鏡頭還可以切換 前後鏡頭還可以切換 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高級設置這裡 這個 您可以從這邊去設定什麼? 你的影像的那個視訊的大小 品質 品質越高的 當然傳出速度會比較多 量會比較多 檔案就會丟比較慢一點 所以如果說您發現說 欸 糟糕 我覺得這個delay的情形比較嚴重一點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個地方照調整一下 還有你拍照的什麼? 拍照的解析度也可以改 拍照解析度也可以改 甚至對焦模式也可以改變 要不要開閃光啊 這個都蠻不錯的 那您看一下 我這邊先把它打開視訊就好 好 這樣就接收到了 那我把這裡我先調高一點 調到1280好了 這樣解析度比較高 好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這樣子 其實還有一個 如果說您的現場的環境 比較暗一點的話 萬一不能開燈嗎? 或者開的燈不能太亮 建立您可以用這個 曝光補償 有 表示有過這個功能嗎? 這個有的相機上面 你會看到這個字 叫1V值 所以呢 它大部分就在正負荷時間 所以如果現場不夠亮的話 您可以這樣子拉過來 有沒有變亮一點? 對不對?相對的 太亮了 就把它往左邊一點 變負的 有沒有變負的? 有沒有變暗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功能是蠻好用的 我們其實行車記錄上面 記錄器上面也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有些時候 在視線比較差的地方 有的會自動把這個地方打開 因為反正你用閃光燈沒有太大意義 對不對?因為它閃光燈也是很小嘛 看不太清楚 所以這個是我們大致上第一個的一個使用方式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呢? 那另外一個的那個APP 其實也是類似啦 也是類似 那我就在畫面上跟您說明一下就好了 它一樣 選擇了這個之後執行 然後它會告訴你 你可以透過這個網域連進來 不過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它這個IP有可能是錯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說 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分配就是那個手機的那個IP出來是多少 第二個 它預設本身有 就是你要連到這個鏡頭 它有一個帳號密碼 有一個帳號密碼 有沒有看到這邊都有寫ADMIN 所以您第一次連線過去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來 請你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好 輸入完之後你就可以進來了 那使用方式就是接近了 使用方式就是像這樣 你看我把它打開 只是它的功能稍微比較少一點 這邊有沒有 它就直接拍照 然後你調整解析度對焦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大部分是用第一個比較多 因為第一個的功能比較多 相對比較多一些 好 這樣做完了對不對 請問老師這樣還可接受嗎? 用講的不算 等一下剛剛忙的那位老師 他就要實際Dame一下給大家看 拿獎品要付出一點點努力嘛 所以我這邊畫面先還給大家一下